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小神 我是来自港国部 我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 她平常对我很好 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开心 但是这周月我们吵架的时候 真的很严重 她骂我 打我 我真的现在受不了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需要来到这个节目 会帮助我 这是一对跨国的恋情 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神21岁 来自刚果部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李22岁 来自云南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来中国几年了 我在中国已经一年了 你们谈恋爱多久 我们谈恋爱也差不多一年了 我们是一个大学的 算是一见钟情吧 怎么叫算是呢 因为是这样 刚开始我认识的是她的室友 然后跟她室友认识了之后 有一天她室友就邀请我跟我的朋友 去他们宿舍开party 两个人一见面就喜欢上了 今天为什么来啊 那么好 一见钟情 虽然好的话 一年多肯定多的时候有很多矛盾呀 她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什么 就每一次一跟她有矛盾 或者说不开心了 她就不愿意跟我说话 不管我怎么问她 我说你怎么了 或者有时候我做错事情了 我跟她说 要我做错什么 你跟我说 我改还不行吗 但是她都不愿意跟我说话 非得逼着我去吼她 我们开学的时候 好 если我开始嫉�nem 我与你咋问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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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出 私 没有习惯去中国菜 我也没有逼你说让你去吃 你不喜欢吃的东西 我让你出去找 那我做错了吗 你让我出去找 他们写的那些字 我都不认识 我叫你来很多次 你都没有来 我叫你来着 让你过来帮助我 但是那个时候 你就随便吃点什么不行吗 你就非得逼着我去跟你找 那你为什么没有来帮助我 你想我干什么 我就干 我不管 我很累 你说我不管你 那我不是给你订外卖了吗 为什么你不吃呢 你还把我留在你宿舍 等你等了两个多小时 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见 就直接去找你朋友了 如果你不想照顾我 你不想理解我 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找我的朋友 我知道他们可以帮助我 但是你是我的女朋友 你都不可以帮助我 还有一件事 就是他让我特别生气的 就是他考那个汉语水平五级考试 那一次也就因为那一句话 他当时说 如果我过了的话 我得奖学金了 我走了 你会怎么想 我当时我第一反应 我就说你走 你要去哪呢 我就以为你要走了呀 不要说谎 我那时候 我在 我是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我在复习的时候 我用英文问他 如果我考试考过了 我得到奖学金的话 我去其他的大学 你是会怎么想的 他给我说 如果你会去你们国家的话 我会找到别人给他谈恋爱 我没有跟你说 我要找其他的男朋友呀 是你自己想的吧 还有就是 你没有跟我强调 你会留在中国呀 我当时就以为你不要我了 那时候我没有把话说完 你就生气了 我当时为什么生气 还不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我不想你走 我当时才生气的 你没有让我把说话 你就发脾气了 你就开始骂我 你不爱我 如果你回去你们国家 我没有去 我没有说 我想回去我们国家 好 咱们说下一件事 我觉得这事也不大 闹什么呀 还国际友人 你不能谦让一点吗 那一次让我最伤心的是什么 我给他泄水果 泄水果我的手都被割了 止不住血嘛 他第一反应 他出来就看看 把我的手直接很大力地 拉上水龙汤 冲冲 卫生纸一包就没事了 但是血还一直在流 没止住 你用卫生纸你包你包什么呀 你觉得那算是照顾吗 主持人 在哪 别那么悲伤你说吧 那时候我看到了他在小水果 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他受伤了 他一定会生气 一定会发脾气 所以我是 我当地下 我是慢慢地去照顾他 我过去抱着他 给他安慰 但是他没有 怎么说让我 照顾他 他说 不要碰我 但是我当时为什么不让你碰我呢 你想过为什么吗 因为你想想要咱中国的男朋友的话 自己女朋友首歌 那第一反应肯定赶快找只写的药或者就送医院呀 但是你过来 那时候我把你的手机 就直接卫生纸一包就没事了 我把你的手机洗干净 而且那在我们的我们房间那时候没有棉花 也没有酒精 什么都没有 我把那个手机先洗干净 然后我们两个人可以出去买药 我问个细节行吗 我怎么觉得你不像割了手指啊 你像割了动脉啊 姑娘你拿的什么水果刀啊 就普通的水果刀 割了有多深呢 也不是很深 有多大的口子呀 就以我的生活常识 一把水果刀 当时是这样 正常地削到一个正常人的手里面 不应该流很多血呀 矫情了吧 但是当时真的是 虽然不是很深 就是因为他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去了医院止血的时候 当时医生是这么说 他说 我还说多大的伤口呢 流了这么多血 我还以为要给你缝针呢 你看这样 这样的话不是他的问题吗 不是如果没有他的话 你怎么关照自己呢 在这个血液 我肯定是自己去医院了 但是因为有他在 我就想得到他的关心嘛 我想看看他 他会怎么对我 怎么照顾我 但是他的做法让我很失望 在你们国家 你的女朋友 以前有过女朋友吧 我以前有过 有过哈 对 你的女朋友手削了 你一般怎么做呀 我一定不会去医院 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医院呢 不是你 是人家那个前女友 好吧 我们不为伤口大巧而争执了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 女生非常的伤心 觉得男生不会照顾他 是不是 那时候 我真的 他让我去医院 我去了 他们把他的伤口弄好以后 过了几天 我看了他的手机 我发现了他 把那个伤口的图片 发给他的前男友 说我受伤了 我当时为什么发给我的前男友 还不是因为你自己不照顾我 你不懂得怎么关心我 我才把我手受伤的照片 发给我前男友的 那你的意思是 如果他那时候 我们在一个城市 可能你会去找他 对吧 但是他当时并不在我们城市 怎么知道我会去找他呢 因为你把那个图片给他 给他发了 你是什么意思 我都跟你解释过多少遍了 我跟他根本就没什么 我从来没有理解你 从来没有让你一个人 但是你为什么 把那个图片给他发了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 而且他会怎么想到 我是个外国人 你找到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他不会照顾你 你说伤了 你还要来教我 你考虑过我的名字吗 你考虑过我 我会怎么想 我当时怎么就没考虑过 你了 如果我没考虑过你 我为什么要告诉他 我有男朋友了 我还把 我给你的合照都发给他了 他对于我来说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他就像我的哥哥一样 而且我当时 如果他想你的哥哥一样 你为什么没有把那个图片 发给你的姐妹 我给他们发了 是你自己没看 非得盯着我的前男友 你就查我的手机 你故意就是要查我的前男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老是就很介意 我跟我前男友的事情 如果我喜欢他 我为什么我不跟他复合 我要跟你在一起呢 听明白了 姑娘 你不能这么欺负人家 一个外国小伙子 即使是中国的男孩 你也不能这么欺负啊 我没照顾好你 你就发给前男友 小伙子 我支持你 你这事做的是对的 你受了委屈了 你说要这些事的话 都过去了 过去就过去了吧 但是他在上节目之前 他都跟我吵 就前几天 其实是这样 我当时我是那几天 周末在外边兼职 很累嘛 刚好那天 我有时间 我就说 咱俩要不去哪逛逛 或者聊聊天什么的 你就不要出去了 他就说 我都跟我的朋友约好了 我们大学同学 我们要见乐队 他就非得出去 他就不陪我 结果他去了两个多小时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想你了 你要不你回来 我没有过两个多小时 三十分钟 你就给我打个电话 你在骂我 你在那里干什么 你不可以回来吗 你们在说什么 我为什么要问你说 你们在说什么 是因为我 我真的很想知道 为什么你去了那么久 我没有告诉你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回来了 你都还不愿意回来 你当时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挂我电话 还为什么后来 给你打电话了之后 你直接把手机 因为我去 我去 以前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之前去找我的朋友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 我们也是想安排一个乐队 可能我们学校 小学你告诉我 这个事后来有什么后果吗 以后他再给我打个电话 我把手机关了 然后回忆以后 我打开了手机 我发现了 他给我发一个信息 说我永远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我永远不会接你的电话 然后他再骂我 我是个滚 你竟然挂我电话 你给我记住了 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 不要给我发信息 我永远都不会再回答你 滚 还把你给拉黑了 是吧 这不就算分手吗 我理解 分手今天干嘛来 但是过了之后 又想想 为了这件事情 要是真分手了 我们经常吵架的时候 他应该跟我说 我们分手吧 你不合适我 你是我不合适 怎么说 我们两个人不合适 我明白 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吧 你爱他吗 我爱他 但是现在我真的我受不了 你爱他吗 当然爱了 不爱我 为什么跟他吵了这么多次家 你告诉我你爱他什么 脾气又不好 又不愿意跟你沟通 也不能跟你说话 你需要他照顾的时候 他压根照顾不了你 他跟你所有的思维点 都不在一个点上 但是我跟他又有相同的地方 我们都喜欢音乐 我们都是因为音乐在一起的 而且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他教会了我就是 学会理解别人 没觉得你理解别人啊 我以前更严重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都好一点了 至少他 他跟他吵架的时候 我不会就是一下子就火就上来了 就开始跟他吵架 那你们今儿来这干嘛呀 我想让他 即便在生气的时候 或者吵架的时候 也愿意就是 告诉我他在想什么 不要逼着我去骂他 哎 老师们你们看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姑娘 除了你刚才说的 你们因为音乐走到了一起 暂且不说音乐对你们来说 是什么样的意义 但是我至少知道 音乐对于你的爱情来说 是一文不值 因为你们之间发生过一件事情 他去乐队 对吧 去乐队玩 才半个小时 你就要给打电话说 你为什么要去那儿不陪着你 貌似你比音乐更重要 貌似他对于你的陪伴 比音乐更重要 所以意见钟情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是因为那一天去他的宿舍 他跟他的室友不一样 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 他是在看书 他的生活习惯很好 他的房间里边 不是像一些男生的 那么乱七八糟的 喜欢学习 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人 打扫得很干净 很周到 你觉得他是能照顾你的人 所以实际一接触一年 根本就不是啊 第一呢 语言上你们其实基本上 沟通清楚的事很少 你的整个的理解 不是死于表面的理解 而是你的异端 而他作为一个 对中文才有一年认知的人 不理解 所以你们俩无法沟通 恋爱不是谈恋爱吗 你们俩交流是非常少的 而且你其实心里找的绝对不是他这样的 你心里想要的不是他这样的 他只能满足你某一些方面的一些诉求 但是你真正要的是陪伴 是照顾 是你说出了一 人家就会想到三 比如你的前男友 这就是为什么你受了伤之后 你会把照片发给对方 你想从他那寻求这种关爱 貌似你们之间这些矛盾是小的 但今后如果你们在一起的话 矛盾会越来越多 小伙子挺可怜的 他跟你刚在一起的时候 出去外面找吃的 他肯定一言表达不清楚 就是当时他那个交集和无助那个心情 也体会不到 我觉得你们双方 互相都为对方做过很彼此感动的事情 对吧 这个沉淀下来会成为感情基础 感情基础深厚 你们俩炒很多次 然后感情基础一点点变薄 还是可以承担 但如果炒的次数特别多 感情基础本身又不牢固的话 两个人的关系就特别容易出现问题 还有一点呢 我觉得我挺关键 可能你自己没有留意到 就是当你一旦在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不是和他去解决 你要寻找一个外在的途径 你把受伤的图片 发给你以前的男朋友 寻求安慰 实际上在某些程度上 一定会刺激他 所以我是觉得 人在潜意识里 无意识做的这个东西 很有可能在你每一次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会形成惯性 所以我希望你能注意 就是不要在最敏感的时候 再和对方保持一些联系 然后引起你们之间的这种不安 小神 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你多一些浪漫 他肯定是需要浪漫 你有了浪漫 其实你做了一件事情 他往往在他回忆里 会形成一个永远的印象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你做的那些事情 会帮你去化解 你们之间的这种矛盾 我说的对吗 好 谢谢你们 从你们俩身上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中国女生 在热恋的时候像个宠儿 在婚后变成像一个怨妇 你说你喜欢中国男生 对你的疼 对你的宠 对你所谓的浪漫 但是其实想想 给你拨扎手 红红你 那就是对你感情真了 在我看来 这个男生 他谈恋爱 谈得很实在 不像很多男生 谈得很虚伪 该对你好的时候 绝不含糊 不应该宠你的时候 绝不给你摆那个花架子 你喜欢他的 也许就是他的真诚 他的踏实 即便是他不会哄你 但他不会说一句话 他有一说一 该关心你的时候 他关心你 他也绝不夸大其词 当问题是你习惯了呀 习惯了男生 在假模假式的虚寒问暖 但婚后呢 这点待遇全美了 如果他真的像你的前男友一样 你削到了手的时候 他大张旗鼓 表示出莫大的重视 带你去医院 然后虚寒问暖 但是呢 在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 他可能又不能付出他的忠诚 那你想想看 和你的前男友比起来 是这个踏实的好 还是那个所谓的 能够尊崇你的那个花架子好 我认为他很真直 虽然他不会浪漫 但是浪漫 又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呢 所以我觉得你还大抵算是聪明 知道这样的男生不容错过 那你就好好珍惜吧 就这样 我对跨国恋多多少少哈 还是有点担忧的 文化差异 会对情感带来巨大冲击 他需要在这种关系当中的两个人 有特别深的包容力和理解力 大概大家说的那要爱足够 你检讨一下有没有 你也检讨一下有没有 如果想跨过这个 那就好好爱 如果觉得跨过不了 也别互相折磨 好吗 下面的时间 留给他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我还记得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陪你写歌 我们一起跳舞开party 那个时候 我们都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年以来 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都已经很努力的去改了 或许你已经感受得到一点点了 我已经很努力去改了 但是为什么每一次一吵架 就忽略了我所有的努力 我知道你平常跟我在一起 我很幸福 而且我很开心 但是我也在努力跟你说话 但是你都不想让我 让我跟你说话 你脾气那么大 你不太宽容 你太焦急了 我跟你说了 但是你不想改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现在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好后面考虑一下 回个到问题本质的时候 又变成了指责 来 请关门 就是这样一对异国的恋人 他们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但是在他们的表达当中 你还能感受到他们那点情感 那么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你还能感受到他们那种 哭什么呀 怕失去 那就别作了呗 她那眼神看着真是可怜啊 小神 她留下你高兴吗 对 都好好对她 好 彼此珍惜吧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好了 接下来我们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你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永远爱你 我不想离开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的美人女 爱风 不是 你们那个非洲不是很会跳舞吗 你应该围着她跳一段舞啊 而且你自己就是搞艺术的嘛 你不是搞艺术的 可以唱歌吗 唱歌跳舞你来一段啊 这边好 感觉天空不让你流下 感觉天空不让你流下 不说一句埋怨 只是心装的感慨完结 当作天使来先相见 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 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我不说是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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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有缘 来吧送礼物 来 和好的情侣可以抽取价值五百到三千元的幸福游大奖 你们自己喊开始喊停 好吗 来 开始 开始 停 恭喜两位请回